狼队跟Estar还未开打前 刺痛就已经透露出一个消息 那就是狼队一二队全中招了 意味着选手的状态不太好 甚至刺痛都开始觉得他们悬了 还直言 要是他们输了比赛会成为一个遗憾 本来这消息看上去实在为失利找借口 但随着小胖出现一系列离谱的操作 很多玩家才明白根本不用借口完全就是太菜了 要不然就是演员一些操作让人看不懂 看来狼队下赛季要重组了 而之前原本打算转会的金宇最终有可能会继续留队 小胖跟金宇的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整个教练组更看好小胖 以至于金宇只能做穿梯补习 只是如今小胖的发挥太离谱 如果这时候让金宇转会 后续他们想要调整的难度很大 除非狼队还有底牌不过零教练BP拉胯的表现 后面大概率会带着团队离开 要不然就是梨洛继续当教练 只能说小胖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当初他跟花海不分高低 现在却抬不起头了 大家常说一代新人换旧人 如今看来小胖想要取代花海 估计只能等他退役了 金宇被小胖取代 主要原因就是后者关键时刻很强 能带队走出困境 但这次Estar却给他上了一课 那么金宇要是转会 小胖就一家独大 后续有可能出现更加离谱的操作 所以金宇的去留再次存疑 他估计也不太想离开狼队 不过却也不可能一直当替补 这样狼队就会面临选择 如果留下金宇打首发 小胖会不满有可能会提出转会 反之金宇也不会满意一直当替补 而且林教练大概率要跑路 这样一来狼队的处境会很尴尬 最可惜的是年纪偏大的Fly 他想打比赛却有心无力离退役不远了 小胖会不会满意过